粤港澳大灣區發展規劃綱 近期公布的粤港澳大灣區發展規劃綱 簡稱規劃綱 你又知道多少呢? 粤港澳大灣區將是中國開放程度最高 經濟發展最活躍的區域之一 又影響全球的國際科技創新中心 更為一帶一路作重要支撐 移居移業移遊的生活圈更是它的優勝致儲 所以在國家發展大局之中 大灣區具有重要的戰略地位 改革開放以來 特別是香港、澳門、回歸祖國之後 越港澳的合作越趨頻繁和緊密 無論是經濟實力和競爭力都顯著增強 這一切都為打造國際一流城市群組 殿下基礎條件 而規劃綱要正正顯示 粤港澳大灣區當前和今後的合作發展 重點規劃至2022年 而長遠更展望至2035年 在大灣區建設國際科技創新中心 是規劃降擾重點發展之一 粵港澳之間加強科技創新的相關合作 透過提升創科基礎能力 並融合學術研究 強化知識產權保護和運用 無求成為高端科技創新平台 促進科技成果轉化 亦都是它的重要目標 支持香港私募基金 參與大灣區創新型科技企業融資 允許符合條件的創科企業 進入香港上市集資平台 將香港發展成為大灣區 高新技術產業融資中心 為建造現代化的綜合運輸體系 提升諸三國、港口群的國際競爭力 加快粵港澳之間互聯互通的基礎設施 亦都是不容不示的發展目標 規劃降要重點提及 將全力支持香港發展船舖管理及租任 船舖融資、海事保險和海事法律等 高級航運服務業 以及建設世界級機場群 支持香港機場建設第三跑道 強化航空管理培訓中心的能力 藉此鞏固香港在國際航運中心 和航空樞紐的地位 至於現代產業方面 如何建造和提升香港在國際間的競爭力 規劃降要亦說明了當中的重要性 透過規劃香港、廣州、深圳和澳門 是金融服務業的角色 成為國際金融樞紐 建立為服務一帶一路而設的投資融資平台 加速發展金融服務業 不單能發揮香港在金融領域上的帶領作用 亦都可以鞏固和提升香港國際金融中心的地位 規劃降要更支持香港成為大灣區綠色金融中心 建設國際認可的綠色債券營證機構 規劃粵港澳大灣區 既是推動中國全面開放的新嘗試 亦是推動一國兩制發展的新實踐 更能支持香港、澳門融入國家發展大局 保持長期繁榮穩定 展望未來 粵港澳大灣區 將發展成影響世界發展大局的灣區